重新启动的东海岸铁路计划 肩负带动东海岸经济发展的使命 不过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 今天就提醒说 单凭东铁还不足够 东海岸必须引进新的产业 来带动工业发展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 今天为马六甲州政府举办的 威望马六甲研讨会主持开幕仪式后表示 推动东海岸经济发展 不能全靠东铁 东海岸必须有新的产业 带动工业发展造福人民 他表示如果没有新的工业 没有货运需求 那东铁就无用武之地 这么一来我国就没有必要建造东铁 针对东铁在新的产业 在大看215亿令吉成本后重启 但规模却大幅缩小的质疑声浪 阿兹敏强调 东铁将维持双轨铁道 路线长度也和原本的不相上下 只是新的东铁路线将绕过被列为 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的 额迈石鹰岩山脊 以及建造成本高昂的文东隧道 这样能够为政府省下一百亿令吉 用作其他项目建设 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